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影匠 我是影子大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 我們從露坑以來 收集的Molly的影廠 然後這是繼我們有拍過的 SP的影場 宵夜影場 跟之前陣子的藍布影場 這次終於換到Molly了 對啊 因為它就是近期算是比較紅的IP 然後剛好嘛最近那個太空冷又非常的紅 所以我們就想說來拍一下我們收集的MOLI隱藏盒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請幫我們按個訂閱喔 然後第一款是我們入坑時候所發行的 然後這是MOLI的蒸汽龐克系列 然後那時候覺得這個一盒350其實覺得還蠻貴的 可惜它很多像什麼RUBUBU的龍毛啊一些的 應該說現在MOLI的太空冷也都這麼小一隻也都370了 這個應該還算還可以吧 只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連RUBUBU都買不下手 它那個330我們不管任何一個因為我們才剛入坑覺得蠻合 啊一盒330好貴喔然後怎麼知道現在超誇張 現在已經整個撕心瘋了 啊330好便宜喔 對啊超扯 然後這一款系列是MOLI的蒸汽龐克 它其實是有大小影的 然後我等一下先開我手上這一盒小影 然後這個小影呢在我們以前的影片其實我已經有開過一隻 對 然後頭殼破掉了 它的頭殼 因為它是四向羊眼 然後它頭殼裂掉了 啊可是我到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它會裂掉 可能是因為它真的太大格了 我們收藏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可能跟其他盒壓到了吧 然後就是我們發現了說 蛤頭殼破掉 很生氣 現在開的這一盒是我後來因為頭殼破掉 然後又新買了一盒 然後又新買了一盒 你頭殼破掉 是它頭殼破掉 是你頭殼破掉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 開啦 然後 希望它這是好好的 都會打開 如果打開也是那樣我會生氣 然後這一隻也是叫做宇航員 它有一個很大的頭照 其實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剛看到它這隻的時候 就覺得蠻可愛 沒想到後來出那麼多系列的宇航員 可見大家覺得這種型的很可愛吧 然後就直接撕了 希望不要 咦 還行 它這個是有一個頭照在上面的 然後我記得它是不是其實可以稍微打開 對頭照是前後蓋起來的 然後所以它背後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它上面好像有一點霧霧的樣子 但是 我們如果打開清理一下 它應該是看不出來的 對 然後它這個造型呢 就是 跟那個時候很紅的日本的一個娃娃 長得很像 就是站著而已 站姿 然後後來才慢慢推出 各種不同造型的Mori 那這個就是算是一剛開始的那種 然後Mori這個角色現在的系列 總共有四十幾個系列 然後雖然說這個是比較早的 可是這個其實已經是第二十幾個系列 然後下一隻是這個 它的大影 首次開箱 其實這個大影是不是長得比較簡單一點 對啊 但是它其實給人家感覺就是說 是隱藏 然後你就是覺得很讚 就跟這次Mori的那個宇航員的隱藏一樣 有時候你覺得 嗯?它看起來好像如果在一般款 反而沒這麼行 對啊 它感覺是一個那個馬戲團主辦人嘛 它有一個國旗 然後跟另外一個是獨輪車 然後它其實就是一手拿著它的那個獨輪車啦 也不是就是彩子這樣 如果彩子應該蠻帥的 可能會覺得欸好像很有趣 然後組裝完就是長這個樣子 頭上是有一個旗子 然後手上拿著車這樣 然後有趣的是它這個輪子其實真的可以動 雖然說它也不是在上面就是 然後下一個系列是Mori很經典的 叫做Mori的一天 嗯 然後我們前陣子剛剛開過的 對 然後好像大家知道就是從這個系列開始 它就是比較不是說真的都是 偏站姿 偶爾會有不同的造型 而且它現在這個系列不是還蠻紅的嗎 因為它已經買不太到了 嗯 它絕版了 然後前陣子Lisa其實是有開過這個的 嗯 在它動態裡面有出現 對啊 造成一波強勾這樣 好 因為這個都我們開過了 我就直接趕快拿出來 然後這是它的卡片 它看起來就很像日清泡麵的感覺 對啊 然後直接打開 它就是一個正吃的這個麵條 而且整個坐在杯子裡面不會很燙嗎 然後組裝起來就是長這樣 很可愛 好然後接下來下一個隱藏 是Mori的美食派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拿到第一個Mori的隱藏 我記得這個應該是在台隆買的 隨意拿 然後就回來開箱的時候這樣 欸 竟然是隱藏 真的很好笑 而且這一個系列其實它只有8加1 它只出現一陣子而已 然後就沒了 對啊 就完全都看不到 哇 怎麼熬掉了 這是它的卡片 然後 它是一體成型的樣子 然後很有趣的是它的氣球上面是Merry Christmas 然後 它的嘴巴很像是偷吃蛋糕 然後沒有擦嘴的樣子 然後背後就講這樣 它就是穿著一條小褲褲 是喝茫了嗎 怎麼會只有穿內褲在Party上走呢 它配件是有一塊小蛋糕 就拿在它的手上 再來就是這個Mori的大酒寶系列 那個時候也是夯了一陣子 對 當時大家擺的也是蠻瘋狂的 可是它就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大家買太多 然後變成價格下跌 崩盤 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搞得很複雜的玩法 就一中盒裡面一定會有一支鋪寬 是異色 然後隱藏也是有原色跟異色 所以那時候其實很多人就是買很多 對 就是要一直狂端口 然後你才有可能拿到那個異色 或是你會拿到隱藏 反正它那就是真的是 偷偷馬車出了比較複雜的玩法吧 造成說大家瘋狂搶購之後 後面的那個普通款真的是很可怕 掉的很誇張 所以說現在買不到可能 沒有像以前這麼慘了啦 那它這個時候是跟那個大酒寶聯名的 然後就先開我這一盒 然後我先開到的是大尼 因為它是透明的 對 卡邊透的是異色的 對 異色的印象 然後我記得我們之前有一次也有開過 對對對 然後就講這樣 可是它這個顏色真的是超繽紛的 比較沒有那麼透啦 反而是圖款我覺得看起來更透一點 然後它戴上耳機 然後再加上它的黃罐之後就長這樣 我自己是覺得很帥啦 尤其是它這個黃罐 超亮的 然後背後就是有一點點恐龍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另外一盒那個原色款的 然後這兩個女茶其實有不同的地方就是 剛才那一隻它是冰 然後這一隻是液體 你是說像它剛剛這個黃罐它上面是 比較靈角型的 對對對 這個上面的球球就是圓的 對對對 然後這隻叫做水滴 然後剛剛是叫做冰滴 其實我覺得這隻更可愛 雖然它顏色沒有那個那麼繽紛 但是我覺得這隻更可愛耶 而且它背後雖然這個尾巴比較小個 但是它有翅膀耶 然後接下來這一盒是Mori的小時候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次Mori端而出的飲場 對那時候還滿開心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打開了 然後這一隻叫當地球融化 它是一個天使的感覺 然後這一隻因為它下面的冰塊是透明的 手上有一些透明的 後面還有翅膀 這隻其實真的是滿漂亮的 對 翅膀是有漸層的樣子 而且它的地球也是透透的 對 然後接下來這個系列呢 是Mori的Mori卡卡系列 然後這系列真的是 從這個系列開始 就是開創了 跑跑瓦特出了一系列汽車的系列 對 突然就出現很多 跟車子有關的 對啊 各種 然後後來還出了那個聯合的 就是很多IPU的車子 對很多很多 然後這個是他們那時候有主打的時候 他們用合金 所以他們賣更貴 450 對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 覺得只能買一兩盒 但是它是真的滿漂亮的 對啊 然後這個是大銀跟小銀 可是它只差在顏色不一樣 我反而覺得它不是已經長得更好看 因為它的車子有更多不同的造型 而且這個是 因為它是修車嘛 所以它整個人就 有點看不太到Mori這樣 感覺這個比較適合 其實是車控 不是Mori控 是車控這樣 然後我開的這盒是 藍色的車子 藍色的是小銀 嗯 然後它是長這樣 它整個就是躲在車子底下啊 它其實就是 有四個架子把車子撐高 然後Mori就躺在車子下 它就正在維修這樣 然後大銀是粉紅色的車子 然後一樣就是維修 然後這個是大小銀的車子 然後這就是 兩隻躺著的Mori 就是有點莫名其妙 很好笑欸 兩隻躺著的Mori 根本其實一般都看不到 然後接下來這個系列是 Mori的機車的 正機旁個系列 嗯嗯嗯 那時候出這個我覺得超帥的 對 因為機車很好看啊 然後它加上那個就是 很有那種科幻的風格 而且它跟大師聯名 跟一開始的那個正機旁個系列 也都是跟同一個大師聯名的 好帥喔 其實就是很帥的 然後它的卡片是長這樣 我記得那個時候 好像是說這個是代表老師自己的 對 然後說他老婆是兔女 有一隻兔兔的 是啊 那隻也很漂亮 不過這個系列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就是Mori在機車上的姿勢是不能變的 就很好笑 可是它可以把它拿在其他地方 用一些奇怪的造型的 對 然後這一隻是有鱷魚尾巴的 而且它眼睛也是喔 就是鱷魚的那種細細長長的 好像大師當從這個系列開始Mori 就是有開始用磁鐵啦 我記得它是吸住的 嗯 然後帽子也是 帽子也是洗的 它這個很帥就是它整個是粒子 就是如果 很浮誇 不良少年喔 騎抱走 對對對很像它的頭 超好笑的 好然後接下來這個是Mori放空的一天 嗯 然後這一個系列就是 嗯 怎樣 就是 怕天馬行空的 對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疫情嘛 你只能天馬行空 從這裡開始 它就開始一直 天馬行空 對比較不是屬於現實的一些造型 就是比較想像幻想的感覺 嗯 就直接開了 這個我們是沒有拆的 然後它是 叫做喵心人的問候 原來它有塑料殼 可是它看起來就有點像戲劇人 只是銀色的 哇 一直很不錯 然後它感覺就是 在操控 那個飛碟 然後要把喵喵抓成這樣 然後這個飛碟組裝上去就是長這個樣子 剛好把喵喵罩住了這樣 然後其實我覺得它這個 鍍營的鍍得還蠻漂亮的啦 很亮耶 就是實體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 Mori的100%第一彈 第一彈 然後也是就是很經典的地球的女兒 然後這一支其實就是Mori米航園的第一支 400%我記得是第一支的400%野航園 欸那時候真的超夯的耶 對啊 因為它第一次出這種100%是 完全看不出什麼手感 所以它等於這隱藏會特別難拿 因為你這就是完全就是命運啊 而且那時候100%出的時候 就是量很少 那時候我們還為了一人限購兩支去排三個小時 對真的 對啊 我又打開來了 它的卡片超好看的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很奇怪就是 它也是屬於經典款造型 比較沒有說這麼浮誇 像現在二三代有些很浮誇的 可是它就是很耐看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可能是因為它有一點這樣 亮亮的金色在上面吧 就是基調的漂亮這樣子 嗯 然後介紹到這裡為止 我們發現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沒介紹 對就 先在這裡告一段落 這已經蠻多了 所以就是之後再介紹 那喜歡的話就敲玩家一集啦 嗯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個喜歡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